好,這個當節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我們要怎麼樣去建構一台iSCSI目標伺服器 這個目標伺服器我們現在是提供的是使用微軟 微軟所提供的作業系統 目前所提供使用的是Windows Server 2016這台機器 當然這台機器我們平常在用的時候 我們要跟各位講這台機器是實體機,知道嗎? 只是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虛擬機器來模擬,這樣理解嗎? 這一台是實體機,因為你用實體機提供很多的硬碟 讓別人來使用,對不對?所以它是一台實體機 只是我們現在在上課我們用這一台虛擬機器來模擬給各位看 這樣理解意思嗎?好,這個部分特別要跟各位講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講說這一台是一台實體機 那實體機我們是要裝硬碟的,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先把硬碟放進來 好,所以我們現在在實體機只要把硬碟裝進去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虛擬機要加硬碟了 要透過檔案,設定 好,這裡是個硬碟機,對不對? SCSI控制器 好,我們在這邊呢,我們來新增一顆硬碟 好,大家跟我們一起做 你要找這個Fire Server這一台喔 平常當然不一定要用這個名稱 只是我們這一台已經建好了 我們就直接拿它來用,這樣知道吧? 好,這一台新增一個硬碟在這裡 好,我們按一下新增 好,我們呢給它一個 這裡呢要給它一個硬碟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新增裡面來新增 我們按一下新增 好,再來下一步 好,我們呢當然,這是上課在練習 我們用的是動態,知道嗎?慢慢增加就好了 好,當然,我還是在強調 這一台,這一顆硬碟應該是實體機,知道嗎? 你就買個1T買個2T是不是裝進去了 是不是這樣子? 只是我們用透過虛擬機器來模擬要有這些程序 好,來下一步 來,我們給它一個硬碟的名稱 我們就隨便寫一下 用大家都一樣好不好,都一樣 用音樂器放在你自己家 所以呢,我們只是說要放在這裡給我們這台機器用 大家不會重疊,沒關係 我們直接打個HDD001 好,放到位置 當然你可以放到跟我們這台Fire Server放在一起 這樣比較不會亂掉 來,瀏覽 放在什麼地方?放在我們的HyperV底下 我們的名稱這台是C100Fire Server C100Fire Server裡面的Virtual Disk 放在這裡面 放到這個空間 你知道嗎? 來,按一下,選起這台甲 是不是會放到這裡來? 對,H001會放到這一個空間來 那這個位置是不是跟我們的虛擬機器放通的位置 對不對? 好,下一步 好,當然我們要給它一個大小 當然大小是我們練習的 當然也不要用127那麼大 因為不小心把它放太大可能會爆掉 那我們現在,因為要限這三顆 我們就不要漸太小也不要漸太大 我們的一個,第一顆給它漸20G 好,來下一步 好,完成 好,第一顆是不是就裝好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繼續來新增第二顆 硬碟 跟剛剛的動作一樣 新增 好,一樣給它一個名稱 一樣動態喔 來,下一步 我們在HDD002 好,一樣的空間 一樣放在同一個位置 好,放在這邊 一樣放在我們的 HIRESERVER的MOTURE HARD DISC裡面 到這邊 好,來,按下下一步 好,現在呢 可能各位有一些問題會產生了 來,各位我們暫停一下 好,那這個呢 我們新增好 H002 HDD002 一樣 存放直立到我們的空間 來,按下下一步 好,這個呢 我們給它25G 好,當然一般我們在買的時候 都會買一樣大小 對不對? 就是1T3顆 對不對? 2T3顆 好,那我們這邊呢 為了要讓各位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把它大概的 齁 就是磁列的大小再分開一下 好,25G 按下一步 按完成 好,再來 第三顆 一樣 好,一樣按新增 跟剛剛的動作一樣 各位就現在又很熟悉了齁 來,一樣給它HDD003 好,一樣指力到我們剛剛的位置 好,一樣齁 來,按下下一步之後呢 來,我這邊呢 來,我們給它30G 好,20,25,30 來,好的,同學 下一步完成 好,所以說呢 你的這一台電腦 我們講說這一台 如果是一台實體機 你想想看 是不是 本身有一顆硬碟 是裝個作業系統 對不對? 然後你額外是不是買了三顆 外界硬碟 放在機器裡面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三顆硬碟 這樣嗎?好嗎? 放在我們的實體機裡面 那這三顆當然呢 我們現在當然是在練習齁 所以我們用的是 20,25,30G 你在外面買的時候 你應該會買一T,兩T,三顆 或是兩T,三顆 是不是這樣子? 好,這樣呢 我們的硬碟裝好之後 我們就按一下確立 好,裝好的當然就是 實體機裝好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把我們的 不管實體機虛擬機 裝好之後 我們就要去針對我們的硬碟 要去做一個格式化 初始化 格式化 來,所以呢 我們的空間 位置在哪邊 在我們的工具 電腦管理裡面 來,裡面有一個叫磁碟管理 好,各位就可以看到呢 你現在就有三顆磁碟 是沒有連線的 然後再放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邊等各位一下 好,來 好,那我們這三顆磁碟看到之後呢 當然正常的環境你會怎樣 是不是連線 對,連完線之後呢 初始化完 這三顆就做format,對不對 但是你要想想看 我們這三顆要提供給我們的 i-class目標伺服器來使用 所以呢,我們這三顆 你只要先做到一個動作叫做什麼 把硬碟接起來 讓它能夠連上線 好,我是不是三顆做連線 對不對 那三顆要初始化 當然可以一次做 當然,三顆同時連線的情況之下 我們只要任何一顆按右鍵做初始化 它就把你沒有初始化的硬碟 遲碟幫你選出來 對不對,讓你勾選你要不要做 知道嗎 如果你只連線一顆 當然就出現一顆 好,那我們三顆要一起做 你就三顆一起連線 三顆一起做同樣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 初始化的一個格式 好,那我們按全部都用gbt 按確定 好,那這三顆是不是就已經連線了 當然你就可以陸續來使用 對不對 我們可以想想看 這一顆是不是如果你要用 是不是會去做 新增簡單之類去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先不要做 先不要做 我只看 這三顆是不是現在都這個 沒有配置 好,到這個位置 我們先暫停一下 等各位一下 好,那這三顆硬碟呢 你想像一下 在你的實體器裝的三顆硬碟 我們做好連線 那這時候不去做配置 為什麼不做配置 我這邊要給各位來看 來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視窗先縮小 那我們的iS高級目標伺服器的功能在什麼地方 在檔案 這個位置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iS高級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iS高級呢 底下這邊 你們看到這裡 然後看看功用 對不對 存放極區 好,實碟 有沒有 那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存放極區裡面 你可以看到 新增 對不對 對 這裡還有一個功用 你看 這個東西 這裡面基本上呢 它顯示出一些 就是我們的功能選單 基本上呢 它的功能還不齊全 齁 所以齊全呢 是什麼 我們有部分沒有裝 那我們來看看去哪裡裝 各位各位這邊應該就會很熟悉了齁 我們到主儀表板這邊 新增角色機功能 好 這裡呢 我們來按一下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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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底下這邊 我們之前在裝 Fire Server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裡 好 這裡呢 當然呢 內進只是一個Fire Server 上次我們已經裝過了齁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 這裡有一個功能 叫什麼 ISCASI目標伺服器 齁 基本上 它目前是沒有把相關的服務 放進去齁 齁 那所以說呢 你看到一個選單 那一些功能不完整的齁 當然 這邊也有辦法打勾 對 打勾 好 這一個ISCASI目標伺服器 當你勾全的時候呢 這個Fire Server 這個檔案伺服器 也一定要勾 當然我們上次 我們上次 先勾這個嘛 再勾這個就不會有影響 如果呢 這個你沒有勾 你勾這一個 ISCASI目標伺服器 這個一定要勾 它會自動幫你勾 所以你也不要去把它打勾拿掉 好 所以說這個OK了 我們按下下一步 好下一步 好安裝 讓它跑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個 等一下來去看這個檔案 伺服器的功能 這邊齁 等一下就可以來看看 這邊 這邊 這邊就有功 我們簡單跑完 好不好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會不會提供 這一個檔案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檔案 我們可以看到 好,大家可以看到安裝成功了之後呢,好,我就可以直接把它關閉起來,把它關閉起來,好,這邊就安裝環,我關閉起來,那我們就隨後可以到我們的,這個檔案和存放服務這邊,各位呢,就可以看到,其實呢,跟剛剛的變化好像 沒什麼變化,就說差不多,對不對,都一樣,對不對,只是呢,它裡面的功能,因為呢,你沒有裝,它會沒有功能,這樣知道吧 好,那這邊呢,好了之後呢,你就可以看到這個Aiskashi在這裡,然後這裡有一個,各位看看,伺服器就是你的主機,對不對,再來磁碟區,各位看到這個磁碟區是什麼,是你什麼,這邊是不是正在使用的 西草,對不對,就是你本身的硬碟,但是你剛剛講啊,我們剛剛講說,剛剛我們就新增三顆硬碟,那三顆硬碟沒有做配置的,沒有做formate的,這裡就沒有出現,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這裡就沒出現,好,再來看看這個磁碟,點一下它,然後這個磁碟 好,這裡磁碟呢,你可以想想看,這邊,是不是也,一用是你的Fire Server,這裡呢,一樣是連線的一顆磁碟,沒有,就是也是你呢,剛剛,你已經本機在用的磁碟,對不對,那當然這裡是它的格式,對不對 好,這三個都是一個很標準的,那我們為什麼要放三顆,對不對,好,那我們來看看這邊,有一個存放機區 好,存放機區是什麼,好,那各位來看看這裡,存放機區,存放機區是呢,剛剛呢,你的硬碟裡面是有三顆,對不對 那極區的意思是什麼,什麼,集合起來,這樣拿去吧,就是它的功能會把三顆合成一顆,這樣知道嗎,它會把它合起來 所以呢,它可以讓你的容量變大,把它平均分配到這三顆裡面,當然也有做一些,它也有一個RAID的功能,可以讓你做什麼 當你硬碟壞掉,還有它的一個補償的貢獻,就是它還有一個恢復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是我在集訓裡面可以做到 好,那正常來講,在正常的環境裡面呢,我們如果今天要做到一些三顆裡面,換一顆或者兩顆對不對 好,那當你要硬碟要越多越好,那你必須要買一張RAID的卡 那在這裡,微軟它在共用存放機區裡面,就有提供這樣一個基本的功能 當然這個功能,是比較基本而已 好,那我們可以來看看,如果在這個集訓裡面呢,當然呢,這個時候呢,我們來看看,可以有一個叫新增集訓 來,我們來看看,新增集訓 我先取消掉,你看看,工作 那這個集訓裡面呢,就在這裡喔,來按下 這裡看到這裡,這裡還有幾個視窗齁 這個叫虛擬磁碟,這個叫什麼?實體磁碟 對不對?這個叫存放集訓 所以這個集訓裡面可以包含幾顆磁碟是由你來選的,這樣知道嗎? 好,所以我們來看看喔,來,工作 新增存放集訓 來,按下線 好,那我們先給它一個名稱,POOL POOL,就一個集訓名稱 好,先給它一個集訓名稱 好,各位來看看 目前,你可以看到,現在沒辦法讓我們再往下移 你們可不可以去選下一步 不行對不對? 所以說呢,我們的功能沒有完整 這樣解決嗎? 還沒有完整的 所以呢,我們呢,剛剛應該講說 我們的這整個環境呢,剛剛做好了 可能做一個充開機的動作 讓我們的ISGOTCHI這個部分呢,能夠完整 好,那我們現在呢,先暫停一下 好,各位可以看一下呢,你如果說今天跑到這個集訓 然後,在存放機區,它的內定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Windows的Storage,然後它的空間 這個呢,協體的部分代表是什麼? 沒有任何新增,現在是沒有空 那這個呢,協體的部分呢,是讓你說 這個地方,你要新增一個POOL裡面有幾顆磁碟讓你選 所以在這個地方是不是有三顆 所以它內定來講,會幫你選出來 所以你要看看,剛剛我們安裝ISGOTCHI目標伺服器的時候呢 在存放機區裡面,這是空的,這裡也是空的,對不對 那你現在呢,我現在重開機之後 你可以看到呢,這邊就有選擇功能出來 這個就是什麼?我們要ISGOTCHI目標伺服器裝好之後呢 才會有這些功能,那我們等各位看一下 好,我們針對了這一顆 在我們這個功能裡面呢,我們這一個協體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新增極區,那你的極區裡面呢 有幾顆磁碟這樣就可以看得到 你看你點它,是不是有這三顆跑出來 你如果不點它,對不對? 因為還是這三顆,因為它只有一個選項而已 說你裡面正在有三顆跑出來 這三顆就是什麼?沒有經過FORMAT 對不對?它是一個未配置的裝在之下 所以這三顆可以給誰用?給我們這個極區用 好,那我們等一下要新增極區之前呢 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要讓各位知道特性 所謂極區就是把我們的三顆硬碟合成一顆 所以呢我們剛剛呢,前面有去做過 有看到這三顆磁碟 來,看這三顆 這三顆磁碟現在是不是看到一顆、兩顆、三顆 對不對?都看到了 好,我現在先把它關掉 等一下這三顆會不見了 就不見了 因為呢,這三顆給我們的極區拿來用 所以在這裡面是變成一顆磁碟 講了同意是吧 好,來,我把它縮小 先關掉 OK 好,這邊呢,我們要新增極區 可以按下這裡,按下工作、新增、存放極區 好,一樣跟剛剛的畫面一樣 來,先輸入一下 POL 好,我們選的一樣是這個位置 下一步 好,這時候呢,它就給我告訴你呢 你有三顆磁碟可以選 你要選哪幾顆 如果你今天有五、六顆 你可以選擇這個極區裡面 哪幾顆要合在一起 可以讓你來選 所以這邊呢,我們現在當然練習的時候 我們要三顆都選 好,這三顆選當中 如果在你真實的環境裡面呢 你如果三顆硬碟都一樣大小 這三顆所謂的配置叫自動 你這裡面可以選擇什麼 叫熱背圓 知道吧 熱背圓是什麼 當你一顆壞掉了 它會這一顆自動 幫你做啟動起來 這個時候呢,它就自動了 所以當然呢,這才做的時候 我們建議還是用四顆,知道嗎 3加1,四顆再做一個熱背圓 那目前呢,我們當然練習的時候 我們就全部都用自動 這樣了解吧 好 這裡呢,選好之後呢 我們就按下下一步 好,這裡呢 我們當然要做一個建立 好 各位呢 我們把極區建立起來 好,這裡就可以看到了 當此精靈關閉時 要建立虛擬磁碟 這裡,是不是 哦,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 這裡叫虛擬磁碟 當然我們現在是建立 上面這個叫極區 你知道嗎 極區建好了 我們才去建虛擬磁碟 虛擬磁碟 建好了才可以提供 ISGASI的硬碟出具 好 那當然呢 我們這裡如果打勾 它就會從這裡新增一個 虛擬磁碟的畫面 那我們現在 現在勾不勾 就我們先不要勾 得要用這一邊的方式來做 當然你如果很熟的話 這個打勾也OK 這樣知道吧 來,按一下關閉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戶爾裡面是不是有三顆磁碟 來,我們現在回到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工具 電腦管理 好 剛剛呢 我們先告訴各位 你有三顆磁碟 但是 現在磁碟都不見了 有沒有 都不見了 因為這三顆磁碟通通拿去當極軀了 這樣知道吧 那極軀呢 我們沒有割出磁碟來之前 你是看不到磁碟 這個叫什麼 虛擬磁碟 所以說呢 這個極軀裡面呢 所以你現在發現說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正確 對不對 因為它都跑到其他功能去用 所以你今天 真的磁碟機裡面上面裝了三顆硬碟 你如果透過磁碟之後 你會發現說 我的硬碟怎麼不見了 這樣知道吧 那 所以這時候你就知道 你的硬碟不是你的硬碟 你的硬碟大小還真的不是你的硬碟大小 所以針對我們的一台磁碟要去做 我們的一個磁碟的處理的時候 你要自己要去知道 你自己要去知道 要去查詢這個地方 好 這裡來講呢 這是微軟上提供一個功能給你用 這當然也是一個服務 好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極軀 你現在來把這三個合在一起做 那我們要把它建立磁碟 就要來這邊新增了 這個新增的磁碟 才這裡才看得到 這樣知道吧 好 來 那我們現在來按下工作 新增虛擬磁碟 好 那這裡一個讓你選擇 你要用的是哪個極軀的 空間 當然你這些磁碟 我剛有提到齁 你如果磁碟很多 你有分好幾個極軀 你就知道這個地方是讓你選的齁 好 share一定之後 我們來看看 就要來去新增 好 我們就要給他一個磁碟的名稱 那磁碟名稱呢 我們來 虛擬磁碟我們就用V開頭 Disk 01 先給他一個01 好 當然這裡可以敘述 你去敘述一下 來下一步 好 再來下一步 好 這裡呢 各位想想看齁 你這一顆磁碟如果建立好了之後呢 他檔案是不是放在這個極軀裡面 那這個極軀裡面是放在這三顆磁碟上面 好 所以說呢 他告訴你你有 你要建立這個磁碟的配置 他有三種配置的方式 各位來看一下這三種配置的方式 第一種 叫什麼 資料是以等量的方式存放在多顆磁碟上 這樣呢 可以讓你的 獲得最大的容量 並提高傳輸量 傳送量 好 但會使可靠性降低 所謂可靠性的意思是什麼 當如果壞掉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看到呢 這個磁碟存配置需要至少一顆 而且無法避免資料因為磁碟損壞而遺失 這一段話告訴你 就是說 當你今天的新增的這個虛擬磁碟 如果選的是SIMPLE 他如果是SIMPLE呢 你今天用的是50G 對不對 那這50G呢為什麼 會把它平均放在這三顆上面 那這三顆的容量 就是讓它分散放在這邊裡面來 那這三顆呢 它是否它沒有任何的一個備份的功能 就是直接把三顆拿來用 但是它分散的時候是三顆分散開 當如果有一顆壞掉 它就告訴你 當有資料遺失了 損壞 它就會遺失掉 所以這個風險是什麼 一顆壞掉 兩顆跟著壞 資料統統不見 就是風險很大 那各位來看看 我們今天透過MINO SIMPLE的方式 是不是把三顆磁碟全部放進來 那所以說呢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當硬碟一顆壞掉 資料就不見了 所以你感受到呢 好像蠻危險 知道嗎 好 那當然呢 還有第二種方式 MINO 它會等量存放 對不對 然後會建立兩份或三份的資料 副本 對不對 各位看看這個說明 有沒有 好 它說呢 這樣可以提高可用性 但會使容量降低 若要避免資料 因為一顆磁碟而故障 請至少使用兩顆以上 有沒有 兩顆以上 如果是以前的SIMPLE來講 是不是兩顆以上 對不對 那它會用什麼 MINO的方式 是幫你這一顆磁碟 全部複製一份到下面來 所以你容量就會減半 知道嗎 喔 就會減半 當然是不是一個備份 這是什麼 一丟得就有失 好 當然呢 我們講最保險的方式 會有第三個 PERIT 有沒有 資料一樣是等量的方式存放 喔 來 各位可以看看 這樣的一個 我們有提高 高可用性 所以 什麼叫可用性 各位到現在你要知道 可用性的意思是 避免你的硬碟壞掉 知道吧 比較可以用多一點 用久一點 好 那當然這邊呢 因為呢 可能容量與效能會稍微降低 這樣知道吧 如果要避免資料 因為單一磁碟故障而遺失 請使用至少三顆磁碟 知道吧 好 那當然呢 你要避免 資料 因為兩顆 故障而遺失 你要使用七顆 知道吧 那這個來講 你看 表示這三顆裡面呢 是不是有一顆不會被用到 一顆的容量不會被用到 但是它還是等量去存放 當然裡面它的一個存放方法 你不要去管它 它會幫你處理 它會每一個磁碟都會去做一些標記 當然一顆壞掉呢 另外裝一顆新的進去的時候呢 它會幫你做一些還原 當然這是一些RAID的功能 這是在微軟裡面 就是它做一些幫你完成的這個功能 所以說你看 這邊來講 是不是會有這樣的一個 三個功能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做第三個 那你如果只有一顆 就是一顆而已 對不對 那你有兩顆做Miro 是兩顆 對不對 那兩顆 一顆意識也Miro 有一個 當然平常來講 不是還好 它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如果是壞軌的時候 它會把你的軌道一起複製過來 會一直複製 因為它是Miro 對call的 那你今天如果用等量 三個fility的時候 它一樣是分散三個 但是在中間每一個都會有一個標記 那你不要想它怎麼做的 就是說一顆我壞掉了 你中間再換一顆進去 它就幫你三個做還原 等於呢 你平常買一個RAID卡 就不用買 它就會幫你做 但這個部分是在這邊 這是拿磁鐵過來用的 那平常的RAID卡 是它可以放在座位系統來使用 因為是放在座位系統 在我們主機的BS上層 它會去安裝座位系統之前 先裝RAID卡 把RAID做好 把磁鐵先規劃好 再去裝座位系統 那我們現在做的是什麼呢 是存放資料 知道吧 所以呢 在一顆以外 在我們的本機系統以外 是多了三顆子連 對不對 那這三顆子連 是不是要存放資料用的 這樣懂嗎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今天 預算夠可以買三顆 但是要跟我講到一樣大小 知道吧 要建議一樣大小 你不要說買三顆不像我們這樣練習 對不對 不一樣的 因為呢 你不知道哪一個壞掉 這樣知道吧 如果大顆農量壞掉 你買一個小顆是不是放不下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得 所以你要每次越買越大 所以你要記得 都是一樣大 一樣大小 好 這個部分讓各位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呢 這個 我們的磁鐵的時候呢 它會用水溫的格式來呈現 好不好 來 我們稍等一下 我們這次練習模擬的 所以我們各位選擇 simple 來更多一起選 按一下下一步 好 一樣呢 做精簡 按下一步 精簡就是慢慢增加 這樣知道嗎 來 好 我們給它呢 因為我們磁鐵大概大小 會有 我們給它35G 來 按下下一步 好 按下建立 好 這時候呢 你看看這些全部建立好之後呢 各位來看看你的磁鐵 這裡是不是都了一顆35G 好 這一顆你再去做一個formate 這樣知道意思嗎 來 這個後面的formate 給各位做一下 我們先暫停一下 好 這邊呢 建立完了之後呢 來 我們按下關閉 好 當然 這邊呢 它會出現下一個視窗 告訴你 因為剛剛有內建打夠了 好 好 我現在先把它先取消 因為剛剛已經先建立好 就先取消 等一下再來做 來 先看這個視窗 好 這個虛擬磁鐵已經建好了 建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在我們的磁鐵管理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顆磁鐵在這裡 好 當然我先把它再關掉再看一次 好 這一顆呢 就是什麼 這一顆你先想看 這一顆就是這一顆 我們現在用的是 這個微軟的這一套軟體 那當然我們 後面會跟各位介紹 已經 就是一台實體的機器 那個Storage 後面我們會跟各位介紹 好 那各位先不要急 好 那這一個好了當然 就要去做Format才能用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去做什麼 Format 剛剛那個動作 就要做這個動作 我們去做一個Format 真的這一顆磁鐵 好 那給它一個磁鐵代號 現在 我們建議各位磁鐵代號 不要用 從上而下 用從下而上 好 來 在這本機裡面 用一個磁鐵 好 磁鐵名稱先不用理它 好 格式化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磁鐵 在我的本機裡面 來看看 是不是一個Z槽 那這Z槽呢 我們分段來給各位看 來看看 我把它四川把它分段 畫大一點 給各位來看一下 這就有一個 有一點 各位呢 要發揮想像力 是不是 其實也不是 因為你熟悉之後就OK了 好 各位看一下 這顆Z槽 對不對 你在檔案中盤看到的Z槽 它是一個空間而已 那這個空間多大 大概呢 我們剛剛講呢 我們是不是給它一個 35G 對不對 好 35G 好 那35G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面 那這個磁鐵 是不是放到這個磁鐵裡面 這個Z槽 真的沒有問題 好 這個Z槽怎麼來的 你就會知道 它是從這一個 虛擬磁鐵來的 對不對 那這虛擬磁鐵呢 我們是建立出來之後呢 是不是變成一個磁鐵的名稱 好 但是這個磁鐵怎麼來的 是不是透過我們這個鋪額 上面這個鋪額 對不對 這個鋪額來的 那鋪額裡面呢 是怎麼來的 是不是針對這三個磁鐵給你的 這樣大概是吧 所以呢 它是層層的關係 所以呢 這個只是為了要讓我們的資料 放在這個VDisk呢 這一個磁鐵 它的資料 能夠更安全 它只是為了這個動作 那如果這個 這個不要放在這裡 是不是一顆磁鐵 是不是這樣做就好了 你如果只有一顆磁鐵 你需要做Pool了嗎 不需要 知道吧 兩個磁鐵 有時候也不需要做 知道嗎 這樣懂得是吧 那是因為我們的磁鐵比較多 而且呢 我們呢 今天可以怎麼 可以做分空 分開來切割 所以你看這三顆磁鐵 本來都是一樣大小的 這是什麼 假設1T2T3T1T1T1T3T 那我今天呢 這個磁鐵 是不是把它切割開來 是不是可以分成不同的空間 讓你來使用 那我把這一個改成246 60G可不可以 就是一個磁鐵60G 這樣不OK 也OK嘛 對不對 這一個60G放在這三顆磁鐵上 這樣懂得是吧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這是什麼 20、40、60 假設這樣對不對 246 那這一顆是60G 一顆磁鐵 但是這裡是什麼 是不是三顆磁鐵 它就可以幫你集中 這樣懂得是吧 那你的檔案存放在這60G裡面呢 它是分散存放在這裡的 這個呢 假設我們用的是 Parising的方式的時候 是分散在這邊 那如果你不是 現在也是分在這三顆 這樣懂得是吧 當然這個步驟 我們不建議各位這樣做 因為各位會搞混掉 除非你很熟 那當然我們要記得說 你今天有的話 就一顆磁鐵就夠了 這樣知道嗎 有問題就把它備份 這樣了解吧 好 那這是額外的 來讓各位知道一下說 這個地方 那鋪爾極虛它的一個功能 可以把三顆磁鐵磁鐵 存成一顆 這樣懂得是吧 那為什麼要總共是75G 我是舉例 舉例 舉例 如果是246 我這樣算一下而已 我隨便念一念 那正常那種都是一T一T一T 加起來是不是3T 所以這一顆我們會做什麼 是不是做3T 對不對 3T一次3T放在這三顆上 這樣懂得是吧 那我現在是不是分了一個35G 對不對 那是不是還有一半可以用 這樣懂得是吧 是不是可以 本來你又說要一個35G 我不是沒有那麼大 對不對 那現在是不是變得有那麼大的 你看 這三顆一個是20G 有沒有35G 沒有 那你可以提供35G 不行 那是不是兩顆 是不是就有40G了 對不對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完成我們有的需求 要求 三顆是不是更能夠提供我們的要求 懂我意思吧 那它兔耳就是 把好幾個磁鐵合著一顆 你只要知道這個功能 這樣理解吧 當然越多顆對你越好 對你的安全性越高 這樣理解吧 好 那這是一個我們要講到存放集區 但是現在這個還不是我的重點喔 我們現在重點要講到的是 啊 其實這次我們要教的 要教的 來 剛剛是針對集區的部分讓各位知道 集區怎麼來的 它可以針對三顆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集區我們有了 我們磁鐵也已經有了 重點是有磁鐵 而不是虛擬磁鐵 知道嗎 這個是不是一個磁鐵 這磁鐵怎麼來的 我不管它這樣知道嗎 我的Ice Galaxy 要的放的空間 不管你放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管 這樣懂意思嗎 來 看這邊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剛剛前面講的是 扑爾集區 對不對 好 現在講的是I Ice Galaxy 我們要去建立Ice Galaxy的一個磁鐵 怎麼去建立 它建立好了 會變成要放在一個地方 叫要放到 放到磁鐵上 這樣知道嗎 這個Ice Galaxy的一個檔案 要放在磁鐵上面 磁鐵裡面 好 我們就回到這邊來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 Ice Galaxy 好 各位 我們現在呢 現在這裡建的磁鐵 才是提供出去給外面來使用 知道吧 提供外面給使用 所以這一顆磁鐵它會提供給外面 好 提供它給外面使用 這個集區 是給什麼 本機使用 不要把兩個搞混掉了 這樣就要意思吧 好 我們稍等一下 我們就講完再休息一下 來 集區是提供給本機使用 知道嗎 不要把兩個搞混了 這個集區的功能是為了要讓什麼 我的磁鐵 我的Ice Galaxy要放到磁鐵內 那集區是會提供 會提供 到磁鐵 對不對 然後呢 給本機使用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集區是不是把三顆磁鐵合成一顆磁鐵 對不對 會產生 產生磁鐵 產生磁鐵 對不對 當然集區是什麼 是 還是 因為這樣越寫越多 對不對 集區是 很多磁鐵 的集合 好 這樣子 就是 然後呢 會產生 不一樣的磁鐵 給本機使用 我這樣用講的 好不好 因為等一下 如果看這個會越看越亂 我要聽 要配合我講的 你才會看得懂 好 所以說呢 Pool呢 它會 是很多的磁鐵的集合 集合在一起 對不對 然後呢 它可以透過呢 這個集區裡面 去產生不同的磁鐵 然後 給本機來使用 好啦 那再想想看 是不是 愛斯卡西 愛斯卡西呢 它是產生一個磁鐵 放到 我們的磁鐵內 提供給外面的使用者 給外面來使用 那外面使用呢 是以 磁鐵的方式 呈現 好 這樣懂得懂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你就知道了 那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呢 愛斯卡西 工作 來 跟我一起做 來 新的愛斯卡西 虛擬磁鐵 好 這個愛斯卡西呢 它除了虛擬磁鐵 它就是一個 這個就已經到我們的目標伺服器了 所以呢 產生磁鐵就以目標為主 一個目標裡面會有多少個磁鐵 如果當我連到這個目標 聽我這邊喔 當我連到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呢 裡面有多少磁鐵 我就能夠抓到多少磁鐵 大家來看看 來 第一個 我們要連到這邊來 我們先看我們碰到的是 什麼位置 等一下 沒有 沒有 這一個 磁鐵 利潮 我會找利潮 有 我先關一下 齁 要看一次 好 各位要產生出利潮 剛剛這個應該沒有更新而已 你看我這個愛斯卡西呢 我產生磁鐵 我是不是要放在利潮 這樣知道嗎 你放在吸潮是不是就沒有保護了 當然你如果一顆磁鐵 是不是直接放吸就好了 這樣知道吧 我們當然以實體計來講 我們再多一顆磁鐵 當然不要放在吸 只要放在磁鐵上就可以 知道嗎 愛斯卡西是把他的虛擬磁鐵 放在我們的磁鐵上 這個磁鐵怎麼產生的 我不管他 知道嗎 對愛斯卡西來看 目標伺服器來看 他是針對說 他產生的磁鐵 是放在磁鐵上 這樣懂得嗎 那你這個磁鐵怎麼產生的 是實體磁鐵 或者是透過極區產生的虛擬磁鐵 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看到就是一個磁鐵 好 所以我剛剛講重開一下 這個我要讓你關掉重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在新增愛斯卡西虛擬磁鐵機的時候 第一個懸吊伺服器 我們要放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放在立場 來 下一步 好 那我們這裡給那個名稱叫i 用i開頭 disk vdisk vdisk 是虛擬磁鐵 i是什麼 is卡西的虛擬磁鐵 給他代號 來 01 好 你看看 在圍圍裡面 他這個名稱 入境是放在這裡 基本上 你看看他的檔案格式 是不是叫vhdx 好 你現在只要知道這個叫vdisk01 他是這個名稱 在我們的虛擬 在我們的iS卡西服務裡面 他的虛擬磁鐵的名叫idisk01 他的檔案叫idisk01.vd 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他內建幫你建的 所以你不用理他 你要知道一下就好 來下一步 來你給他多少對不對 我們就給他35G 全部拿來用 好 不要去選固定 就選動態 那正常玩具 你應該是去選固定 那我們現在上課 一定要用動態 知道嗎 好下一步 好 再來 剛剛那個地方是在建立磁鐵 知道嗎 好 那我們 這個題目 這個這邊呢 要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要講的叫做 目標伺服器 好 現在就講到我們的重點 iS卡西 目標 指派目標 他這個設定當然是 讓你先新增磁鐵 再把你的磁鐵放到目標去 這樣知道嗎 但是我們現在第一次做有沒有目標 沒有 所以你必須要先新增一個目標 這樣了解吧 如果你今天已經有目標 他就會讓你選 好 我們在這邊先按一下 新增iS卡西目標 下一步 好 好 Target1 來這個地方各位呢 就先幫我一起打一下 這是一個Target目標 當然你給他一個名稱 你要寫別的名稱也可以 好 我們下一個目標名稱 各位就記得這是目標名稱 這個目標 等一下我的iDisk01 要指定這個Target1 Target01 知道吧 好 下一步 好 再來 這裡 存取的伺服器 剛剛那個目標 要給誰可以來存取 不然任何人都可以來存 那等一下你就會知道怎麼存 來 好 存 這邊 這邊 選擇 所選的類型 有幾種方式 一種IQN DNS IP Mac 請問一下 1234 哪一個最安全 其實跟你講 微軟提供這四個 Mac是最安全 對不對 因為Mac最實是唯一嘛 那當然呢 IP DNS跟IP是最不安全 IQN 在一般的Storage裡面都只提供IQN 這樣知道嗎 那IQN呢 也很安全 但是呢 Mac是唯一子 你知道嗎 但是呢 我們一般來講都用IQN 一般是通用的 因為它可以設名稱很長 亂碼都不會怎樣 所以很像一個很長的密碼 我們現在平常密碼是不是只有8個字 12個字對不對 它可以做到20個字 30個字 40個字 50個字都可以 這樣知道嗎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交過 各位IQN 我們就先不要贏 我們先用IP 好不好 IP 好 哪一台機器可以連進來 那你是不是有三台機器 兩台機器 對不對 來 你先想看 你先找你兩台中的其中一台 那我們現在已經講喔 我這邊是SERV01 不要用這一台喔 你要用哪一台 你有虛擬機器的那一台好不好 我是不是SERV02有虛擬機器 這虛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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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移一下 我這一台SERV01 是不是有一台虛擬機 對不對 我是不是這一台 好了 這一台我就看看這一台的IP多少 好 我的是222 你不要用222喔 你要用你自己的喔 來 192.2.168.91.222 這是我的喔 我按一下確定 他把它存起來 就在這邊 好 再來呢 我按一下下一步 這邊等各位一下 來 你現在呢 指定的伺服器就是哪一台機器可以連進來 那我們現在先用IP的方式 來下一步 好 這個當然有一些密碼 你可以不用設定喔 因為我們基本上會用伺服器 這個地方來做 主角 第一個我們用IQ1 誰可以進來 進來我們這樣就給他一個完全的 全線喔 所以這邊就不要去設定了 好 看完之後按下建立 好 按一下關閉 好 各位看看你這邊 iSky這個選項 我把它移過來一點 來看看 上面是什麼 上面是什麼 我們在iSky伺服器 目標伺服器裡面呢 有一個磁碟 這個磁碟在這邊 磁碟狀態 沒有人離線 它的目標名稱是誰 是不是Tag1 Tag01 好 Tag01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下 看到了 這個Tag01呢 它是不是後面這個名稱 有沒有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Tag01是在這一台伺服器 有沒有 這台機器的IQN在這裡 是不是很長一串 那我們的伺服器 是不是也有IQN 但是因為你還不知道 我們後面再來 我們先讓Tag1 先讓我知道一下 所以這一個磁碟 是你放在這個目標上面 這樣知道吧 這個目標呢 目前未連線 誰可以連進來 是不是 192.198.91.222 這一台電腦可以連進來 當然你可以後面再設定好多台都沒關係 但是我們現在先先設定一台 好 那你現在看 那我現在在這裡再點按右鍵 做內容 點這個Tag01 01按右鍵選內容 來看看 這裡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這裡是不是有啟動器 你今天如果要在這個目標裡面 再新增第二台機器在這邊做 這樣知道嗎 但是現在先不要做 我只告訴你地方而已 來 我們後面再來做 所以就知道在這邊 好 好再來 來看看呢 我們檢視所有目標 右上角工作 好 這裡是不是只有一個目標 我們可不可以做兩個目標 上個目標 表示可以 這樣知道嗎 目標我們就只有一個而已 好 我們就先暫時這樣子喔 先知道一下 好 所以這個磁碟 是因為這個目標有提供誰可以來連 那這個磁碟又指向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才可以使用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呢 等一下呢 222應該去連 TG1 這樣說 連到TG1之後呢 TG1是不是有磁碟連到它 所以說這個磁碟才夠提供出去 給人家來使用 好 這樣OK了之後 來 我們回到我們的4202 好 4202 剛剛我們提到囉 這一台機是910222 我要連到這個TG目標 對不對 而且這個TG目標呢 它也告訴你說 我讓910222可以來連 是不是這裡有設定 目前你還沒有連 是不是會連線狀態 那我們這個目標呢 提供一個磁碟 叫這個磁碟 這個磁碟的大小 35G 要知道嗎 好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去連線它 各位來看看 好 微軟的產品裡面要去連線 iSCSI固定的位置 這個是在新增出來的磁碟 有沒有 這個每一台伺服器都不一樣 實體的Storage 跟Server當然是不一樣 只是原理一樣 都是用目標加上磁碟 就是原理都一樣 好 啟動器 誰可以來連 都是一樣 IQN 好 那我們現在多了一個叫ID 好 那我們現在講說呢 這一台伺服器222 我要來連這一個 這一個磁碟 那連這個磁碟 當然是連不上 一定要先連到這個 目標 這個目標再連到這個磁碟 所以呢 在微軟的產品裡面 要去連iSCSI有一個地方 叫工具 底下有一個iSCSI起動器 來跟著我一起點 好 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伺服器 作業系統裝好之後 微軟作業系統裝好之後 它並不會啟動這個iSCSI 目標啟動器 因為你沒有用它不需要開 但你現在既然點它了之後呢 它就會問你 你下次是不是會繼續用 如果會 你就按4 知道嗎 因為我們要連這個 連這台機器 是不是每次都要連 那你今天如果沒有一直連上的話 是不是每次都會斷線 所以這個地方叫按4 你知道嗎 請按4 每次都重新自動連線 不然你電腦關機就斷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要記得按4 好 這裡呢就是我們的iSCSI起動器的一個設定畫面 好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叫目標探索 我的最愛磁碟 好 看看這裡有個叫設定 有沒有看到 這個設定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iQN 這個字夠不夠多 點也要加 減號也可以 有沒有 英文 數字 圖號 是不是通通可以放在這裡面 所以呢 它就是一個iQN那麼多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要做一個 等一下再來做 來 我們現在看看怎麼連線這個目標 各位看到這個目標是不是連到這台機器 那這台機器呢 它用的是IP來連 那這台機器IP多少 是不是這台本機的IP 好 我這台IP叫91.224 你不要連我的齁 你連我的也連不上齁 因為只有我的可以齁 來 來 我連我自己這一台 好 連我這一台IP就會當然會連到我這邊的iQN 然後按一下快速連線 各位看到是不是就連線成功 如果不信邪的同學是不是連到我這一台224來看看 你一定連不上 因為我們沒有你的IP 知道嗎 好 現在是不是連線成功了 完成 好了 表示 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目標 這是誰 雖然它連到這個IP 但它最後是連到這個目標 這目標是誰 看到這裡沒 兩個是不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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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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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本機是不是沒有做任何投票 現在還沒連線 現在只是看到 透過iSCSI連到這裡而已 連到這顆實體 好 這裡來看看 當然這個目標一定要去找一台主機 所以這裡有一個探索 它會一直去抓這個224 會連到這台主機 這台主機是不是連到224 那224這一台呢 裡面會有一個IQN目標就在這裡 知道吧 所以它持續會來這一台機器做連線 就透過這個探索的目標入口 好 當然我的最愛目標是什麼 是這一個 就是你剛剛去過了 它會幫你記住在這裡 這樣知道吧 好 這個就是磁碟 好 到這邊之後呢 你就已經連上去 看到這個就已經連上去 所以你這個連到的是這個目標 這樣知道吧 這個目標你也有一個磁碟 所以我現在使用的是這個磁碟 但是我現在只是連線 還沒去使用 所以這一個就是等於這一個 這樣知道吧 這一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關掉 我要去 你現在看 你想一下喔 12個零刻已經連到一個磁碟 是不是相當於我把一台磁碟放到我的主機裡面 所以你要去連線的時候呢 要去管理的時候 要透過什麼 工具 電腦管理 磁碟管理 好 是不是多了一個磁碟 35G 35G 就是這一個35G 所以現在是不是要去連線 那這個連線是哪裡來的 是不是透過IS'連過來的 是不是 來 我們來繼續看一下喔 這邊 剛剛呢 我們已經透過IS'連線到了 這一顆磁碟 你看看這一顆磁碟 是不是就這一顆來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呢 我們這邊已經連 這邊連喔 你還是要記得喔 我不願其煩的再提喔 就透過這個ISCAD啟動器 這邊 持續連線 它連線去探索這一個IP 這個IP是不是這台電腦 它在電腦裡面呢 是不是有一個這個IQN 就是連到這個目標 有沒有 那目標呢 裡面有幾顆磁碟 是這裡來決定的 這裡你可以新生兩顆 三顆四顆 所以這裡呢 雖然是一個目標 但是可能會有兩顆磁碟 那兩顆磁碟的呈現呢 那就是在這個地方呈現 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就可以想想看喔 這邊是不是可以新增很多磁碟 是新增磁碟 是不是可以放到很多的不同磁碟機 對不對 但放在一個也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磁碟就讓你就分割了 一個檔案 這裡呢 以ISCAD的目標伺服器來看 它是以一個檔案為主 這個檔案呢 多大 對不對 這邊就是多大 這樣了解吧 好 好 等一下呢 你可以試試看把這一顆磁碟變大 我們來看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回到這個地方 我就直接去按連線 好 直接連完線之後呢 來 你要稍微等候一下 好 來 關了 再開一次 好 連完線之後是不是要做一個齁 初始化 按右鍵 初始化 好 GPT 再來 這邊跟剛剛做的是齁 這一個磁碟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知道吧 好來這裡呢 要按什麼 好 格式化 好一樣 我們習慣一下 不要把它放到 那Z巢 對不對 各位呢 這一邊用Z巢 可不可以 可以吧 跟這個Z巢是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以本機來看的 來 我們看這一台本機 Z巢沒有人用過 當然我們按下Z巢 好 所以大家名稱 我們就先不要理它 下一步 完成 好 FORMIT好了 這個就是一個磁碟 知道吧 這個磁碟就跟你平常在用的磁碟 都是一樣的方法 只是你要知道它從哪裡來的 唯一的不一樣就從哪裡來 所以說你看你看看你的檔案總管 你可以看到這裡就一個例子 那這個呢 就跟我前面我講解的一樣 就是說 File Server是連線過來說 是一個資料夾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拿外面這個給我看 外面的我們之前有做 我們有 這我們的 實體器上面 我們曾經有給各位一個Z巢 是不是這個叫什麼Z巢 這個是什麼 是我們File Server給的吧 所以你看 這是一個磁碟機 資料的代 資料夾的格式 對不對 聯套某一台社會裡面的某個資料夾 雖然是一個磁碟的符號 但是符號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但是你看看 磁碟機的代號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呢 不叫磁碟機 也叫磁碟機 它是網路連線的磁碟 對不對 那磁碟裡面的資料夾 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地方叫做共用資料夾 那它呢 用磁碟機的方式讓你來連線 基本上它是一個資料夾 那我們現在呢 透過這裡面來看 它就不是網路連線的一個資料夾 它呈現方式是用磁碟機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這一個磁碟你把它想像跟平常磁碟一樣 那現在你所要知道的說 這個磁碟怎麼來 我剛剛有已經提到過對不對 你要知道這個磁碟怎麼來 所以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你看到的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磁碟有沒有在這台本機上 社會聯合有沒有本機有沒有磁碟 請問有沒有磁碟 沒有 沒有 沒有這台機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在這裡的動作設定裡面 是不是只有一顆磁碟 但是為什麼這裡有兩顆 因為這顆磁碟是透過什麼 ISGASI啟動器對不對 透過ISGASI連線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到這個 做到這個階段 你們算是半進階了 知道吧 半進階的時候你就要去想想 當你的網路裡面呢 你在做網管的時候呢 你的伺服器 主機裡面呢 可能會產生很多的磁碟 有一些是本機磁碟 有一些是什麼 透過網路連線過來的磁碟 那透過網路連線過來的磁碟 那透過網路連線過來的磁碟 當然呢 我們可以想說有分資料夾 或者是真的磁碟 磁碟的模式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要去知道的 不同的一個方式 好 先到這邊 好 我們剛剛講呢 磁碟空間不夠了 當然也要繼續做調整 這邊來看一下 第10個01 你在講說 這一個磁碟是透過這一個 不好意思 在這邊 在iSclash上面 然後這一個磁碟 那這個磁碟是透過這個目標 對不對 目標是我們這邊連到這個目標 要連到這個磁碟 那這個磁碟呢 在我們的集區裡面呢 是放在我們的VDisc01 所以我們要把它擴大 要從VDisc01開始擴大 知道嗎 因為你是已經用大小 除非這些你已經放了很大的 如果這邊放80G 對不對 那你直接呢 在這裡呢 直接加到40G 是不是就OK了 原始來源 這個就是原始來源 對不對 當然最原始來源 還是這三顆啦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10個01 我們可以按下按右鍵 做延伸 虛擬磁碟 好 這邊就指定大小 很簡單 打個40這樣就好了 來按下確定 好了 40 在這裡40 不是真的40 什麼意思 來 這邊的40 你還要在這台機器去做什麼呢 點工具 電腦管理 10D管理 這裡是不是真的是40 有沒有 這個是你已經把它延伸了 是原始的地方延伸 但是你作業系統還沒有去使用它 所以這裡還要再做一次延伸 所以真的這個35G有沒有 按右鍵 延伸磁碟 不是這裡喔 要在這裡做喔 這裡的地方要延伸出去 所以這裡要再延伸磁碟 把它改成全部加進來 就全部容量都拿來用 好 完成 所以這裡這樣才是叫真正的事實 這樣知道意思嗎 好 這邊好了之後 你再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事實是 它把它這個容量增加了 但是你這一台的作業系統 要去把它延伸拿來使用 才算數 好 Z草已經變40了 所以我們回到Ice Galaxy這邊了 是不是這個VHDX 所存放的空間已經變成40G了 那這個VHDX 我們當然要把它加到40G 就要針對這一顆 你可以按右鍵 看看有沒有內容 對不對 這邊 沒有 對不對 我們來找找看在什麼地方 這裡有 在這裡 不是內容 這裡有一個 擴充Ice Galaxy虛擬磁碟 看到沒 擴充了 好 所以我們針對這一個磁碟按右鍵 我們的Ice Galaxy裡面 這個iDisk 來 擴充 來 新的大小 對不對 40 那你可不可以射到65535 可以啊 但是你原來的原始的大小就沒那麼大 你射那麼大 可能會撐爆 知道吧 所以這個不要說 沒有那麼大 原來空間沒那麼大 你就硬要指定那麼大 但是雖然你慢慢增加 但增加到40G的時候就爆了 知道吧 所以這邊還是要給它限制 知道吧 依照你的空間來限制 40 好 是不是增加了 好啦 這個增加之後呢 這一邊是不是連線 連線連到這一顆來 這一顆是不是要變成40 所以我們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我關掉 再重開一次 再來點磁碟管理 好 這裡是不是應該要多了一個 5G跑出來 沒有跑出來啊 但是呢 有時候會跑出來 有時候不會跑出來 這是什麼因素 因為呢 那個時間味道 什麼叫時間味道 什麼叫時間味道 這裡有一個工具 i-scarge啟動器來看看 這裡是不是連線 是不是要重新整理 它把更新的這個40G移過來 它才會抓到真的40 知道吧 所以這裡呢 你當然你要一點時間 讓它去跑 但是呢 你又不想跑 可以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 這邊可以做一個中斷 對不對 再做一次連線 是不是就連線上了 是不是斷掉再連一次 那你就看看這邊 是不是多了5G出來 這樣看到了吧 多了5G之後 這一邊就可以怎麼延伸過 這樣知道吧 所以這裡就可以延伸 所以這個磁碟是因為 i-scarge這邊的IQN 連到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的這個磁碟變大了 所以這一邊呢 是不是跟著就變大了 那連過來 我這邊去抓它的 就一定是抓大的 那後面這個還沒有更新 所以你要自己去更新 來 再做一個延伸 延伸 這個大家已經做過了 沒關係 好 這個就在這邊 所以就很熟悉 所以這邊呢 39.87就沒關係 就大概40就好了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舉例 好 所以你的空間就怎麼 這個就是連線的動作 來 這樣就完成了 你看看 我們的這個磁碟是變4G了 對不對 看看 這是4G 對不對 這樣懂意思了吧 好 這個章節結束前 讓各位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VHDX 它重要的地方 是要存放的空間就好了 知道吧 這個VHDX是外面放檔案 這邊的放檔案 會放進來 放到這個利潮 對不對 這個利潮會一直空間 一直放放放放放放放 是放到超過40G 是不是要去增加 對不對 當然 未到之前就要增加了 好 這一個VHDX 可以是放在 只要放在 磁碟的存放空間就好了 我們這邊的練習 是要讓各位放到存放極區 是放在這VDISC 這一個檔案放在C槽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請問可不可以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C槽是不是一個磁碟空間 對不對 為什麼不放在C槽 因為C槽是不是我們作業系統在裡面 對不對 我們是獨立一顆磁碟給它就好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記得的是 這一個VHDX 它是透過這一個管理工具 管理的功能有沒有 它去讓這一個VHDX 產生一個叫 ISC槽的連結之後 讓別人可以透過ISC槽來連線 所以它把這一個VHDX 拿來ISC槽這邊的應用 那ISC槽如果應用在我們的虛擬機器 是不是虛擬機器的硬碟 對不對 ISC槽 不是 VHDX拿到我們的虛擬機器 來用 是不是這顆 是不是叫VHDX 這個是不是也叫VHDX 對不對 只是VHDX這個硬碟檔 它放在什麼地方 讓什麼地方去用它 當然它的格式都是叫VHDX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知道吧 這個是微軟的產品 就是一個 一個能用通通能用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說你要只要記得 這個VHDX你要存放在 放一顆實體硬碟 兩T的進去 變成D槽 你就放在D槽 可不可以 可以 知道吧 不一定要做這個存放機器 這樣你了解嗎 這個動作是不一定要做的 只是呢 我要多給各位知道 存放機器的功能 所以ISC槽這邊呢 只要有這一個就可以了 這個 我們再 你看喔 我再假裝一下 新增一個虛擬磁碟 我放在C槽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懂得是嗎 好 如果你現在還有一顆 新增的一顆硬碟在這邊 你就放在這一顆 不管哪一顆 只要是硬碟空間就可以了 那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讓你產生一顆 ISC槽的磁碟 讓我們的其他的伺服器能夠連上來 這樣知道意思嗎 再一點時間 你看 這一顆Z槽是不是 不是捨為零二在用 我們現在呢 來 我把它放在這邊喔 你看喔 我在這個地方 Z槽按右鍵 新增一個資料夾 來跟著我一起做 好 是不是存檔了 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齁 這個檔案存哪裡 是存在這個VCDX裡面 對不對 這檔案是存在這裡面 只是透過我們作為系統 透過ISC槽連到這個目標 然後能夠看到這裡面的檔案 在這個呈現 好 那這一顆磁碟 我們要先講喔 這一顆磁碟 這顆磁碟 主要的目的是要給 不同的磁碟機來使用 各位想想看 好 我這個利潮就先 把它擋住了齁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各位想想看 各位 前面我已經教過 各位移動 對不對 我還沒做之前 各位想想看 這一個是不是有個利潮 如果說 如果 我還沒做對不對 但如果這個VH001 放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這個地方 連到的是利潮 所以這個虛擬機器 是不是這個地方 會變成利潮 對不對 如果 現在先講如果 舉例對不對 是不是變成利潮 有沒有問題 如果說 它虛擬機器 放在利潮 是不是放在利潮裡面 對不對 接吧 對 對齁 好 那好 我問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如果 移動 把這個 H001移到這邊來 這邊的 H001 是放在什麼時點 是別式利潮 對不對 那我問各位 這一台可不可以看到利潮 沒有嘛 所以請問它可不可以移動 不輕易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要看到同樣的路徑 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就知道啦 欸 社會靈域是不是也要連到 Aiskashi 相同的道理 是不是這樣子 社會靈域是不是也要連連過去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兩台機器要抓同一個磁碟 是不是 兩台機器都要連連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動作 把社會靈域也要連過去 這樣知道意思嗎 來 做法很簡單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來 工具 Aiskashi啟動器 一樣 跟剛剛第一次一樣 對不對 好 等各位一下 都跟剛剛的一樣 只是你要熟悉 來 4 這裡呢 要自己的Aiskashi伺服器 你自己看看你的IP多少 我現在是不是來看看我的IP 我這是224 所以呢 我是不是什麼 但是 欸 看看啊 192.168.91.224 請問一下可不可以連 不行 沒有對不對 為什麼不行 對 各位看到這邊有沒有 目標這邊 來 我們要回到這邊 對不對 這台目標伺服器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把我們的另外一台IP放進來 沒有嘛 所以這邊你看看 看到是空的 所以你在連過去之前就是要把全線加進來的意思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不是在 對不對 你要去怎麼做 要把這個目標 點它 選內容 Taget1 選內容 是不是一個啟動器 新增一個 我們還沒交到IQ 沒關係 我們就用IP 用IP 好不好 其實這上面已經跑出來了 先不要弄 來 一樣 來 192.168.91 多少 我的是 還是要看自己的IP 我的是221 221 好 我把它加進來 好 是不是加進來 好 加了之後直接按確定 就存起來 好 看看這裡 看看這裡 這裡有什麼變化 這裡是不是多了兩個IP 上面是不是多了兩個IP 告訴你說 哦 有兩台伺服器可以連 我已經打進去 這樣知道吧 這個你要知道 你沒有給它全線 誰能夠來連啊 當然你現在連的時候是看不到的 對不對 好 當你這邊做好之後 那你就可以繼續來這邊 到SERV01 一樣呢 再打一遍 IP剛剛已經打完 對不對 91.224我再打一遍 好 快速連線 是不是看到 已連線 對不對 好 按下完成 好 當然其他人呢 你這邊看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知道吧 齁 齒 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動作齁 剛剛的動作你再看一遍就可以了 好 好 我們就不要這樣看到 這樣確定 當然 我們是不是要回到什麼 齒列管理 齁 這邊 這邊 就剛剛也都做過了喔 要在這邊來看 好 看一下齒列管理 我們就等各位一下 好 好 這一顆 齁 是不是我們的40G 上面這一顆 不要管它 這是我們上次練習的 我們先看這一顆 是不是我們剛剛透過 愛斯卡西連過的人 對不對 一樣 是不是要去連線 這邊需不需要 欸 它是自動幫我們做一個E槽 對不對 那請問 這個齒列應該代號是多少 因為我們結果是不是要變成虛擬機器移過去的齒列 對不對 所以我們虛擬機器原來是不是放在Z槽 我們是不是這個也要改Z槽 不然 移過來的時候是找E槽 有沒有E槽 虛擬機器設定是Z嘛 所以是找不到 這樣知道吧 所以你一定這邊也要改成Z 所以你要這邊按右鍵 做什麼 變更磁碟代號 知道吧 把它改成立場 好 這樣就好了 這樣懂嗎 好了 這樣應該就完成了 對不對 這樣在移動是不是就比較不會有問題了 但是 來來來來 問題就來了齁 我們要給各位講一個特性 欸 來 來 來 聯好的同學跟我一起來看看 我兩邊都開檔案總管 都聯到技場 好 以各位現在學到這邊裡面有一個觀念 對不對 左邊這邊新的資料夾 右邊是不是跟著新增 右邊做好是不是左邊也新增 兩個是不是會同步 來 做做看 這邊加個新增 這邊加個新增 三三三三三三 好 然後按右鍵來 沒有更新耶怎麼辦 來 看能不能重新整理一下 好 這邊呢來重新整理一下 這邊呢來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 好 這邊呢來重新整理一下 這邊重新整理 這邊重新整理 這邊重新整理是不是有二跑出來了 這邊重新整理有沒有三 這邊 表示資料沒有同步嘛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正常現象知道嗎 好 好 暫停一下 我們見過這樣呢 兩邊都新增資料 假設一邊有更新 兩邊都更新之後 一邊沒有一邊有更新 同步 這邊沒有同步 所以為了你做一些東西 我告訴你齁 你的作業方式是 連到ISKG實體的時候呢 同一個時間只有一台機器連 不要兩台機器同時連 你如果兩台機器同時連 你資料會不同步 所以呢 你說不同步那就不要連啊 對 是的 就是不要連 所以呢這一台 我就要做什麼 把它做離線 這樣知道嗎 離線 好 這邊是不是連線 來 重新整理 333沒有跑出來 是不是資料醫師了 如果剛剛在這一台做的 資料就不見了 對不對 來這邊呢 我們再按一下離線 離線 因為我現在還沒放虛擬機 所以可以試試看 離線 這邊呢 當然我們再更新一下 再重來 現在只讓各位知道 叫特性 特性 特性而已 來 好這邊離線了 利潮是不是不見了 你看我再連線一次 好 再來看檔案總管 畢草 3334才出來 是不是要斷線再連線才出來 對不對 那你的資料是不是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這樣濃濃的意思 什麼時候出來什麼時候不出來 你各位不知道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的做法只能一個做法 這台連線 新增好資料 44444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就手動去做什麼 離線 對不對 這邊要用 這邊按右鍵做連線 這邊是不是有44444 對不對 那這個是我告訴你手動的方式 知道嗎 你一定會想啊 這麼麻煩 當然不會這麼麻煩 這是我在告訴你原理 知道嗎 所以你要做的是什麼 同時間只有一台連線 知道意思嗎 不要兩台同時連 了解嗎 這是一主要的特性 什麼時候可以兩台同時連 沒有時候 只有一個時間 叫做同一時間只有一台連 那為什麼要兩台這樣子 你現在想想看 因為資料不同步嘛 所以你就會想著啊 對不對 當這台虛擬機器 從這邊的利潮 移到這邊的利潮 對不對 新增的檔案是不是在這邊連線了 是不是會抓不到 那這邊再移過來這邊的時候呢 是不是抓不到 所以這邊 在移過去的時候 這邊要斷線 這邊要連線 這邊連線 這邊要斷線 知道吧 這邊呢再連線 這邊要斷線 兩邊要換來換去 懂意思吧 是不是換來換去 聽懂換來換去 那這個換來換去的動作 不是我們手動作 是微軟它會幫你自動做 但是不是現在 我們交到後面就會告訴你 對不對 所以說 是不是要同時間是一台再連 當這台連了之後呢 是不是連到這邊來 當移到隔壁那一台 隔壁那一台 隔壁那一台是不是連線 是不是二次要斷線 這是人家正確的 這樣同意是吧 這才是我們要的 所以這些動作在移動的時候呢 微軟它的重疾就會幫我們自動來做 你就不用去做它 這樣知道吧 但是目前我要做到這邊的事 讓各位知道這個原理 了解一下嗎 知道這個原理 好 這個部分先到這邊 各位可以試一下 等一下休息的時間 先把這一台移到立場 立場知道吧 自己去連到立場 懂事嗎 這邊連線 好 這邊 這一個 這一個把它移到立場 如果沒辦法成功的 沒關係 下次再來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工作就是什麼呢 我要這一台 要移到這一台 這是我有另外一個 要讓你做的 對不對 你可以試試看 看你能不能成功 怎麼成功 自己找時間試試看 這樣下去吧 好 那今天這個章節先介紹到這邊 這邊 對 有些人 不 Оставля